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的是 除了天生的好运 陆毅也是一个人间清醒的绝世好男人 他年少成名 却不骄不躁 而且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从来没有过绯闻 如今的陆毅简直活成了无数人心中的完美男神和超级人生赢家 陆毅从小就是个幸运儿 而且是老天爷赏饭吃 这一点也让陆毅自小就比别人家的孩子要优秀 陆毅出生在上海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家庭 父亲在上海柴油厂 母亲在棉房厂 虽然家庭普通 但幸福美满倒也过得知足 在陆毅很小的时候 就能看出极强的文艺细胞 喜欢唱歌跳舞 而且还经常在大人们面前模仿一些表演 后来父母买了一个录音机 陆毅从小的生活就开始和唱歌有关 而且乐此不疲 比如家里来了什么客人 陆毅便会悄悄地打开录音机 然后跟着又跳又唱 非常惹人喜欢 这一点也让父母非常欣慰 同时也对他充满了无尽的宠爱 由于陆毅自小充满了文艺细胞 父母便将他送到了上海西街幼儿园去上学 因为这个幼儿园专门做艺术教育为主 到了五岁那年 小陆毅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幸运 那一年 在幼儿园联欢会上表演才艺的陆毅 被台下几个大人看中 直接把他挑去演戏 陆毅参演的电影正是《泉水叮咚》 他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儿童角色 他也是二百多名孩子中唯一一个被选中的 其实一开始 陆毅父母是不太愿意让他出演的 因为要去福建拍 年纪太小不放心 后来 在剧组导演的吉利劝说下 父母才同意小陆毅参演电影 就这样 年仅五岁的陆毅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童星 虽然没有家喻户晓 但却成了左邻右舍心中的小明星 第一次拍戏 不但让陆毅拿了五十块钱和一些礼品 还彻底打开了他的演艺之路和人生方向 转眼到了一年级 演过电影的陆毅又被上海小英星艺术团挑中 在这里开始学习表演艺术 这个艺术团在上海非常有名 很多上海孩子都想考进去学习 后来 胡歌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所以 相比较同龄孩子 陆毅就是被上天宠爱的娇子 起点好的让人羡慕 在小英星艺术团期间 年幼的陆毅成了宠儿 相继参演了不少电影 也给自己积累了不少演戏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 陆毅因为经常外出拍戏 所以性格也非常早熟和独立 不过 有利就有弊 年少的陆毅因为拍戏 学习成绩一直被严重耽误 到了一所普通中学后 老师就不太允许陆毅外出拍戏了 不然就得被退学 这件事让陆毅和父母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甚至是不知所措 直到14岁那年 已经成为艺术好苗子的陆毅 又迎来了一个大好机会 他被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看中 而且是特招进去的 年龄最小 个子最高 由此可见 年少的陆毅有多让人喜欢 而且是前途无量 到了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后 陆毅学习和表演的时间变得更加多了 不仅学了三年京剧 还参演了将近700多场舞台剧 成了剧院的当红小明星 但有一点让陆毅很委屈 就是因为长得太高 很多角色演不了 甚至连大树都演过 让他哭笑不得 在上海儿童艺那几年 也是陆毅成长最快的时候 不但学习了不少才艺 还磨练了耐心 塑造了良好的品质 最主要的是还赚了钱贴补家用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8岁 已经长大成人的陆毅 又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大好机会 他因为长相帅气 身材高大 而且又是一个童星 被叶大英和杨亚洲一眼看中 那一年 陆毅第一次登上了大银瓶 还当上了男主 而女主角则是漂亮的才女梅婷 两人一同去了莫斯科拍摄 也是第一次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拍戏 成名不义 更让陆毅感到艰难的是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 他不惜从上海而易辞职 临走时给了一万元当作培养费 好在一切付出都没有白费 陆毅凭借电视剧《血色童心》 一举闯入了演艺圈 为将来的演艺事业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而女主角梅婷则因此改变命运 后来离开歌舞团 破釜沉舟考上中戏 陆毅也和梅婷一样 为了能够成为真正的演员 决意报考专业的戏剧宴校 作为从小就接触表演的童心 陆毅直接是以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系 那时候陆毅不但考上了上系 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电 但父母觉得家住上海 所以就让其选择了上系 当时考试时 考官因为太中意也太熟悉陆毅 甚至直接承诺说 要给他文化分破格降50分 最后他还是被上系老师 当作男主角招进去的 因为陆毅的条件实在是太完美了 到了大学之后 已经小有名气的陆毅 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幸运 1998年 导演赵宝刚准备筹拍电视剧 永不明目 开始寻找合适的男主角 其中有两个人 最让赵宝刚举棋不定 一个是陈坤 一个则是陆毅 对于陆毅 赵宝刚当时是这样说的 陆毅的外形长得太有优势了 生来就是个演主角的长相 最后还是原力说了一句话 帮助陆毅成功拿下了男主角 原力大概的意思就是 陆毅是一个阳光性的帅哥 如果他饰演的萧桐突然吸毒了 肯定会让观众心疼的 反之陈坤有一股脾帅的劲头 自然不会给观众带来如此强烈的情绪感 反差感会弱一些 后来一直犹豫不决的赵宝刚 就下定决心选择了陆毅出演男主角 陆毅为了这个角色 也吃了不少苦头 比如拼命减肥 从当时的160斤 减到了130斤 用了三个星期 不过相对于付出 陆毅得到的回报却是无穷的 电视剧《永不明目》播出后 陆毅彻底红了 而且是大红大紫 并获得了精英奖最佳男主角 导演赵宝刚后来评价他说 当时他的演技只能打20分 个性魅力打20分左右 形象30分 虽然当时他有些发胖 头发有些长 还抹了一些油 还有一点巴斯角 但是综合加起来在70分以上 那一年 陆毅23岁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偶像时代 陆毅的演绎之路被彻底打开后 开始了大爆发 而且天生就是大男主 紧接着他又和陈坤合作 出演了《向物像语又像风》 饰演了博士李英奇一角 这部剧播出后大火 让已经成名的陆毅 名气再次大增 而陈坤则因此一炮而红 在此后的演绎之路上 陆毅一直是顺风顺水 而且观众缘极好 在《少年包青天2》中 饰演了包整一角 这个角色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在一见钟情中 凭借老布一角 掌握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除了参演电视剧 陆毅还积极参与唱歌和拍电影 成了影视剧三期发展的时代偶像 到了中年 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后 陆毅的演技变得越来越成熟 而且角色多变 在《三国》中 挑战饰演了诸葛亮一角 让人印象深刻 之后又凭借人民的名义再度大红 成了当年的荧幕男神 可以说陆毅的演艺事业一路畅通 而且是一路高歌猛进 非常幸运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幸运无比 陆毅的爱情生活 更是娱乐圈中一段美丽的佳话 陆毅的妻子叫鲍雷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演员 年轻时出演过不少经典的作品 两人的缘分要从上大学时说起 是一段非常美满的校园之恋 也是校园恋成功的最佳典范 在上戏读书时 两人就早早认识 之后因为一起合作参演了小品早恋 而彻底结下了缘分 大二那年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而且非常般配 成了校园里的浪漫眷履 两人不但在大学时深爱彼此 毕业后更是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 陆毅在拍摄了《永不明幕后大红》 也依旧公开承认 鲍雷是自己的女友 从不隐瞒自己的爱意 鲍雷是我认准了一辈子的人 我敢把我们的感情告诉大家 为了能够闯出一番事业 两人虽然早早相恋 但一直没有结婚 直到2006年 彼此相伴相爱了近十年 才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一年 两人都三十岁 成家立业 值得一说的是 鲍雷妹妹鲍利 则是早他们一年结婚 鲍利嫁给了演员郭京飞 所以陆毅和郭京飞 还成了莲金 姐妹俩都成了有福之人 结婚后 鲍雷选择隐退演艺圈 安心扶持陆毅的事业 成了他背后的女人 2008年 两人生下了大女儿 陆雨萱 还上了《爸爸去哪儿》 备受观众喜爱 后来 两人又生下了二女儿 一家四口 幸福美满 鲍雷也成了一个贤妻良母 陆毅曾说 自己最大的幸福 就是遇见了鲍雷 这句话让他深感幸运 不管是大红石 还是事业低谷期 鲍雷始终对陆毅 不离不弃 而且在背后默默支持他 考到上戏 是他最开心 最幸福的一天 因为在这里 他遇见了陆毅 为了能够照顾家庭 当红石的鲍雷 果断放弃演艺事业 安心做一个完美的妻子 可以说 陆毅在事业上 取得的平稳和高光 鲍雷有很大的功劳 除了贤惠漂亮 鲍雷还是一个 非常聪明能干的女人 尤其善于投资理财 据说 鲍雷投资理财赚的钱 有时候比陆毅拍戏赚的逗多 妥妥地成功女性 如今 两人已经相恋二十多年 从来没有过绯闻 堪称娱乐圈的神仙眷侣 俗话说 好的爱情是会相互成就的 陆毅和鲍雷便是如此 从小就是幸运儿的陆毅 不管是事业还是婚姻 都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而她最大的幸运 则是在青春之时 遇见了爆雷 相伴一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祝你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